不知不觉宣布开放莱猪进口 已经快三年多了 那你吃到莱猪了吗 今天我们要来讲 你到底有没有吃到莱猪 6月初萧姬会跳出来 开记者会说 他们抽查市面上将近300件猪肉制品 竟然找不到一件标示为美猪的食品 只一页着说 你是不是洗产地啊 毕竟当初我们政府可是信誓旦旦的说 会做好源头管理跟产地标示 那又为什么有的人想要爽吃美猪 但就是找不到美猪呢 所以就要求政府公布 到底进口莱台的美国猪 都去了哪些地方呢 哎呦有点时间了 我们还是要来讲一讲莱克多巴胺 也就是俗称瘦肉精的其中一种 添加在动物饲料里面 可以增加加醋跟加勤的瘦肉比例 把瘦肉精加入猪脂之类的 动物饲料里面长期食用 可以促进蛋白质的合成 增加动物的瘦肉量 少长脂肪 减少饲料的使用 让肉品提早上市 降低成本 利润也会比较高 因此猪脓们为了减少成本 以及因应现在的消费者 不喜欢吃肥肉的偏好 于是就在饰料里面 加入了万恶的瘦肉精啊 不过对于台湾人而言 反而喜欢吃那些肥肉的人 也不在少数哦 看看猪脚饭 腿库饭 蒜泥白肉 光讲这些阿牛哥就口水流一地了 而且依法规定 台湾养猪不能使用莱克多巴胺 而且就算猪脓想用在台湾也买不到 所以台湾猪脓不会使用该项产品 吃有瘦肉精的肉 风险是如果不照规定的方式使用 让瘦肉精大量残留在肉里面 即使煮熟了以后 大家吃了还是会出现中毒反应 2008年10月 广州就曾经爆发至少有5个人 因为吃到含有太多瘦肉精的猪肉 因此而中毒产生星际手抖的反应 目前莱克多巴胺在国际上 已经有公认的安全标准 在谨慎的风险评估 还有世界上许多先进国家的验证之下 已经可以确认 只要符合国际标准 就不会有任何的食安疑虑 有人就这样瞎指一算 在国际标准的情况之下 以一个60公斤的成年人来说 每天要吃6公斤的猪肉才会过量 但是一般正常的饮食 真的是挺不容易超标的 抱歉了小慧 但你说台湾人可能爱吃内脏 内脏的残留剂量可能会比较高 不过还是要精算一下 得要吃到整整一副肝或是腰脂 才会达到每日容许摄取量的9成 抱歉了好好 没有什么比莱克多巴胺更像是照妖镜啊 其实有关于莱克多巴胺这件事情 有点像是政治操作了 毕竟两党都一样 在野的时候都拼命反对 执政的时候却又使命支持开放 你说时空背景不同啦 但是你可以说说看哪里不同啊 在国际地位跟食品安全之间 执政党都选择了国际地位 所以选择开放了莱猪跟莱牛 感觉好像也达到了他们的目的 跟美国的关系似乎有靠近那么一点点 虽然这也都不是我们说了算就是的了 但确实有了那么一点经济上的发展 马英九在2012年开放莱牛进口以后 2013年就启动了 已经停摆了6年的台美TIFA会谈 而蔡英文开放了进口莱猪以后 美国也取消了台美往来的限制 所以大家想要的是食品安全还是台美关系呢 不过奇怪的是 大家好像都会把美猪跟莱猪画上等号 但其实美猪在2005年就已经开放进口咯 的确当时进口的时候是要求 没有瘦肉精的猪肉才可以进口 但是大家怎么会觉得 只要一开放莱猪所有的美国进口的猪肉 都会变成含有瘦肉精的呢 讨论到莱猪的问题一定同时会讨论到莱牛的问题 让我们把时间线拉回到2012年的4月 我们的小九哥赦选连任提出允许莱季的美国牛肉进口 引起民间反弹 后续美国再次爆发狂牛政案例 民进党亲民党台联提案要求下架台湾境内的美牛 暂停美牛跟他的产制品进口 但表决协商以后却没有通过 而当时的立法院长王金平 在正反票数相当的时候 投下了反对下架的关键一票 同年6月 民进党因为觉得莱季目前没有国际标准 所以坚持领检出的立场 占据立法院议场主席台 办起了五天事业的隔岁入营 想要阻止国民党在立法院修会之前 通过美牛的进口案 不过美国这个时候 赶紧找上联合国食品法典委员会 以69比67票通过了 莱克多巴胺残留剂量标准的草案 牛肉猪肉的残留量为10ppb 这时候美国心里就想 我狂牛症解决了国际标准也有了 你民进党就不应该再阻止莱牛入关了吧 所以当时的民进党也立刻发表声明 虽然无法接受 但我们必须面对Codex的会议结果 将不再坚持 瘦肉精零检出 但希望国内来际的安全容许残留标准 能比国际的10ppb更严格 而且要牛猪分离并且排除内脏 所以2012年最后通过的版本就是 牛猪分离政策开放进口30月0以下 含莱克多巴胺的美国牛肉 猪肉则始终维持莱克多巴胺的禁令 当时的小九哥也告诉大家 没有任何研究证明 微量残留的莱克多巴胺对人体有害 而美国3亿人口吃了十几年 到现在一个吃出问题的案例也没有 作为宣传 希望消除大家对莱季的疑虑 不过他前阵子也很大力的反对莱猪就是了 2014年当时的欧巴马总统提出 既然含有莱季的牛都可以进口了 为什么猪不可以呢 看来这时的欧巴马逻辑还在线 时任卫福部长邱文达 还有农委会主委陈宝基 他们都表示不会放宽标准 2015年的时候 我们的政府考虑 用美牛剩下还没开放的部位来当作筹码 换取美国支持台湾加入 跨太平洋伙伴协定 2016年我们的蔡姐英文盛选的时候 准农委会主委透露 针对美租进口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 而且台湾没有能耐完全不接受 所以这个时候变成在野党的国民党 也就同样跳了出来 要求美牛有要台湾不要之类的 类似鼠来宝的标语 要求签署不进口瘦肉精美猪的承诺书 立法院外面也有100多位民众齐声抗议 2017年川普就职了以后再次表示 美猪美牛是对台湾贸易的重点 2020年蔡姐英文用国家的整体利益与战略发展为名 宣布开放美猪美牛进口 并重新订定莱季残留纪的容许值 之后的事情大家也知道了 国民党立委为了想要把莱猪的议题搁置下来 所以选择在立法院里面丢了一大堆猪内脏 也因此上了国际新闻的版面 你说这是不是又让世界看到了台湾呢 还有真是苦人那些打扫的叔叔阿姨了 到了现在似乎也时不时会有人跳出来喊说 美猪进来多久了 台湾人就吃莱季多久了 可是瑞凡啊那个美牛怎么说呢 这一系列的脉络下来 大家会不会觉得不管是哪个党 在执政跟在野之后永远都是双标呢 好了那现在讲回今天的重头戏 大家到底有没有吃到莱季呢 这边先不管你相不相信政府啊 毕竟现在有办法去检验每一笔进口 到底有没有莱克多巴胺的就只有政府而已 所以我们就只能先拿政府检验的资料来讨论 根据卫福部食药署公布的资料 从莱猪开放至今都是未检出 所以根据资料来说就进口的猪肉而言 无论是哪个国家的猪肉进口到台湾来 基本上就是没有检出 那我们再来看看牛肉的部分 去年也就是民国110年度的抽验情况 总共抽验了2029件 国内外牛肉含内脏的抽验结果 包括国产的51件 美国进口的1088件 其他国家889件 检验合格2028件 其中检出微量莱克多巴胺 在容许范围内的有411件 其中403件是来自于美国 8件是来自于其他国家 而唯一一件检验不合格的是来自于美国 所以大家有没有吃到莱季呢 如果你过去有吃过美国进口的牛肉 那多多少少都一定会有吃到莱季的 但如果你不小心吃到美国进口的猪肉呢 假设政府数据没错的话 其实根本就吃不到莱季 政府现在要求所有大卖场、市场、传统市场 以及零售同路 包括餐厅、便当店、小吃摊 不管是生鲜猪肉 如肉片、肉排、加工食品 像是贡丸、水饺、肉包或是卤肉饭、排骨便当 都要标示猪肉的原产地 不过也有立委质疑啊 这个标示的标章很简单就可以拿到了啊 再加上进口肉品 台湾加工了以后 只要煮原料是台湾猪 就可以标示为台湾猪肉 标准过于宽松 但由于莱猪议题造成消费者的不安 有超过70家超过8成的猪肉进口商 签署承诺书表示 他们不会进口莱猪 在通路业者加勒福 爱买超市业者全联好事多 也都重申 目前没有计划贩售莱猪 全联则强调 他们要卖100%的台湾国产猪肉 至于做不做得到呢 这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那刚刚讲到大部分的猪肉进口商 都签署了承诺书 不会去进口莱猪 那大家有想过 为什么他们会这么说吗 其实刚刚有提到其中一点 目前国内对莱猪的议题 还是偏向保守 容易造成消费者不安 所以他们也会倾向不进口 因为进口进来也没有人要买啊 还有几个重点可能会被大家忽略了 那就是口味跟品质啊 美猪普遍被认为口感比较差 没有阉割 腥味也比较重 所以在猪肉市场里面 美猪是属于比较低阶市场在使用的 像是加工品 例如火腿 香肠 肉松 但是啊 美猪的品质比较低 那它的价格也应该会比较低吧 恭喜啊 闻了就是没有 根据海关进出口的统计资料来说 2022年台湾进口美国冷冻平均价是99.4元每公斤 加拿大平均价是69.7元 西班牙平均价是91.1元 丹麦平均价是96.4元 荷兰平均价则是110元 品质比不过人家 价格也赢不了人家 再加上国内 大家都会自动把莱猪还有美猪划上等号 这样作为厂商 谁还会选择进口美猪呢 再加上过去台湾人有高达94%的 还是习惯吃国产猪 进口猪肉只占了市占率的6% 而美猪也只占了这6%之中的0.06%而已 虽然政府目前也没有提供 这0.06%的美国猪肉到底是去了哪里 目前我们只开放13个国家进口猪肉到台湾 而其中的9个国家是不允许在饲料里面添加莱季的 能使用莱季的只有4个国家 分别是美国加拿大纽西兰跟澳洲 而加拿大猪肉的进口量就占了38% 用同样的标准来看 感觉大家更应该担心的是进口量更大的加猪 但这种事为什么会没有人提呢 应该是有些大人的考量在吧 当然加拿大猪肉的出口商也打包票表示 加拿大的法规虽然允许养猪使用莱季 但养猪业者却没有使用 所以他们出口的猪肉是绝对不含莱季的 不过他们过去有着不良记录 2019年就被沦陷区指出 他们有使用莱季 从加拿大的魁北克进口的猪肉里面 被验出含莱克多巴胺 而且还发现大批的进口的伪造证书 关于吃莱猪这件事情 沦陷区还是我们的大前辈呢 所以如果政府的数据没有任何问题的话 开放莱猪到目前为止 好像没有什么影响啊 因为台湾根本吃不到莱猪啊 而且肉伤根本不愿意进口 美国强迫台湾开放莱猪 反而敲响了美猪市场在台湾的上中啊 肉伤不进口莱猪 甚至连不含瘦肉精的美猪都不进口了 好了 今天关于莱猪的问题就说到这里了 其实整件事情说起来就是政治问题啊 太多的政治手段 盖住了事实的本身 但在这里还有很多的讨论空间 比如说是不是有足够的配套措施 检验标准 又或是立法程序有所瑕疵 这部分也确实是政府没有妥善处理到的 当然可能拿了这么多数据出来 可能还是有人会说我是塔绿班 或是彻翼之类的 毕竟这数据目前都是政府提供的 也没有其他管道嘛 不过如果真的担心吃到莱季的话 那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办法 就只能劝司祖吃素了 好了那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的话 欢迎帮我们按赞订阅并分享出去 有能力的话也可以按下超级感谢啊 让我们继续活下去吧 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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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